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图报 我是Cherry 距离5月 北京普习会仅仅结束了20天的时间 中俄之间出现多起重大变故 就在普京最期待的中俄天然气管道协议 陷入僵局的消息传出不久 习近平再次给普京当头一棒 北京宣布终极乌铁路项目协议正式签署 这也意味着习近平当局决心绕过俄罗斯 修建通往欧洲的铁路 而普京多年来一直反对该项目 有分析指出 习普两人都知道对方的底牌 眼下各自都被自己谋坏着后路 这条铁路最大的看点就是绕过俄罗斯 关于该项目的讨论 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现在北京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 已经被穿越这些国家的新铁路路线开了绿灯 中共官媒6月6日晚间高调公布了这个消息 法兰克福评论报7日的评论文章写道 这一决定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个挑战 他多年来一直反对该项目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条新的铁路 使得中国和欧洲之间货物运输 无需穿越俄罗斯 而乌克兰战争似乎加速了该项目的进展 文章写道 计划中的铁路项目将连接新疆喀什和乌兹别克斯坦 东部边境城市安吉岩 铁路路线长达523公里 大约一半路线将经过吉尔吉斯斯坦 从安吉岩出发的火车将通过土库曼斯坦 和伊朗现有的铁路线抵达土耳其 最终到达欧洲 根据智库格鲁吉亚战略 与国际研究基金会此前发表的一项分析 这条新铁路被认为是亚欧之间的最短路径 货物运输时间仅需15天 迄今为止 中国货物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及所谓的北方走廊走铁路运往欧洲 国际铁路杂志指出 新铁路将使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距离缩短900公里 目前还不知道这项工程何时开工 预计终极乌铁路的建设成本为80亿美元 智库格鲁吉亚战略与国际研究基金会分析指出 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 美国和欧盟对克里姆林宫实施的种种严厉制裁 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新路线的潜力 已经大大增加 经由俄罗斯北方走廊的路线长期以来 在东西方之间的物流运输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条路线的重要性未来将不可避免的降低 除了俄罗斯中型乌铁路也可能影响到哈萨克斯坦 因为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中欧之间铁路运输的重要过境伙伴 新铁路项目一旦完成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可能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重要过境伙伴 而不再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同时在推特上热传的一张来自墙内的帖子写道 俄罗斯最高杜马议员称 俄中合作只是权益之计 若美能取消对俄制裁 俄罗斯愿与美国合作 共同遏制中国发展 尽管这一消息目前还无法证实 但有分析指出 这才是莫斯科心理的真实想法 跟几个月以前福克斯新闻前主播卡尔森去俄罗斯访谈普京时 普京说过的那些话完全一致 极大的概率 俄罗斯会率先向西方交投名状 然后与西方联手 反戈一击中共 此外 另一条消息也引发各界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受访谈及乌军战损 间接承认 每月约有5000名俄军士兵在乌克兰阵亡 据俄媒报道 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的一场会议上 被记者问及俄乌战争伤亡 他称 乌克兰每月损失约5万人 一半死亡一半受伤 而俄军损失为乌克兰的五分之一 一级每月折损上万人 其中约5000人死亡 5000人受伤 这代表自2022年2月清污以来 至少已有13.5万名俄兵阵亡 达到莫斯科在阿富汗长达10年的战争中 死亡人数的5倍 与西方推算大致相符 有分析指出 普京的野心遇到了一个大的问题 俄罗斯人不够了 俄罗斯人口多年来一直在减少 乌克兰战争更让人口形势雪上加霜 公众号亮子月签最新在推特发文分析 习近平知道普京已身陷重围 正做困兽游斗 普京也知道习近平是西方的终极敌人 现在依靠俄罗斯打掩护 两人都知道对方的底牌 大家心知肚明 中俄联盟的本质就是 两个强盗合伙打劫 各自心怀鬼胎 各有自己的小算盘 这种合伙作案有一个鲜明特点 一旦面临崩盘 以此就要心生意志互相猜忌 双方都在想 你会不会把我卖了 这几天普京一方面向西方表态认怂 不会使用核武 另一方面要求中共出面主持和谈 忙得手忙脚乱 习帮主也没闲着 突然邀请乌克兰副外长访华 现在中俄双方都在暗地里较劲 都在琢磨自己这份投名状 怎么教 向谁教 何时教 虽然中俄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还在笑脸相迎 但都在长布山里 悄悄地拔出枪来 暗暗指向了对方 从江湖经验上来说 俄匪要比共匪更胜一筹 文章指出 西方对中俄邪恶轴心的战略日益清晰起来 不是聚而兼之 而是分而破之 在分化中各个击破 因为西方看得明白 中共才是西方的终极敌人 俄罗斯不过是中共的战略盾牌 将这块盾牌卸掉 才能将中共最后解决掉 中俄对自己的这个结局当然清楚 但他们无法应对 因为有一条千古铁律制约着他们 强盗合伙打劫可以 但被对方父子没门 俄罗斯的崩盘时间 可能会出人意料的快速到来 由此展望 中共的垮台时间也极可能提前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条新闻 5月31日 纽约陪审团裁定川普34项 伪造商业记录罪名成立 引发了舆论海啸 许多人认为这场审判 是美国司法的一个大闹剧 川普随后也誓言 对他有罪判决提出上诉 6月7日传出了一条 与川普封口废案审判相关的重磅消息 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则意味着 川普封口废案很可能被误审 7日当天 美国各大推主都在推特上 转发了这条消息 以上关注美国政治的海外 视频人士昆仑 7日在推特转贴并发文 川普重罪未审已先判 纽约司法势力给川普的作局 出现了重大纰漏 川普逐审法官梅尔坎 向纽约川普案的各方 发出信函 通知他们判决前 有人在社交媒体 Facebook页面上 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我的表弟是一名陪审员 他说川普将被定罪 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 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则意味着封口废案 很可能被误审 今天美国各大推主都转发了这封信 认为该案有可能会因此而背叛无效 从官方信息得知 这封信确实是 美尔坎法官发出无疑 因为在陪审团没有进行审判之前 就已经有了审判结论 这在正常情况下 会被视为无效审判 因为陪审团本身已经有了重大瑕疵 程序出现污点 结论自然不能成立 昆仑认为 如果纽约司法势力 有纠正这个污点的愿望和机制存在 就从一开始 就不会有这场针对川普的司法猎物 检察官布拉格肯定不会作为黑手套起诉川普 正是因为审判川普已经是既有结论和行动 才由美国现任司法部指示下 纽约检察官布拉格代表美国司法力量起诉川普 所以即使有再多污点出现 就是所有人都认为结论无法成立 但判川普有罪是华盛顿的既定行动 目前这封信所引发的效应还有待关注 不过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6月4日曾宣布 他将利用一项三管齐下的计划 来对付美国的司法系统 这是共和党人针对前总统川普 被定罪所做出的反应之一 约翰逊表示 计划从拨款程序 立法以及国会监督三方面三管齐下 来限制司法部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也宣布 要求迈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和助理地区检察官 马修·科兰·杰洛 就封口废案中对川普史无前例的政治起诉 在国会作证 民主党人则对众议院共和党针对司法系统的举措 进行了反击 美司法部长加兰本人也表示 司法部根本无法控制任何州级检察官 目前川普人面临另外三起 州和联邦刑事案件的54项指控 其中两起由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捷克·史密斯提起 不过这三起案件都陷入了法律争执 以色列政府6月8日宣布 以色列国防军在警方和安全部队的密切配合下 通过一次白天进行的大胆而复杂的营救行动 从加沙中部成功救出4名人质 其中包括26岁周易混血女子诺亚 此前26岁的诺亚向哈马斯战士高喊 不要杀我的画面传遍了世界 以色列军队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 8日上午 在努塞拉特一次艰难的白天特别行动中 4名以色列人质获得自由 他们是26岁的诺亚阿加玛尼 22岁的阿尔默格·梅厄阳 27岁的安德烈科兹洛夫 和41岁的什洛米奇夫 这4人都是从诺瓦电子音乐节的现场被绑架的 据同一消息来源称 4名人质在努塞拉特的两个不同地点被解救 并且健康状况良好 他们都被转移到了特拉维夫附近 特尔哈肖默的谢巴医疗中心 进行额外的医疗检查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在推特上表示 诺亚阿尔默格·安德烈和什洛米 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回家 秉承这次释放他们的行动是应用的 法新社说26岁的诺亚向哈马斯战士高喊 不要杀我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 诺亚的华裔以色列籍母亲因患脑癌而时日无多 她在此前一段广为报道的视频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担心自己在女儿死前没有机会再见到她 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过程中 共掳走了251名人质 据以色列军方称 在去年11月短暂休战 哈马斯释放了大约100名人质之后 目前仍有116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 其中41人已经死亡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进入第9个月之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其在加沙的战争行为 而在国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国内她则面临着被绑架人质家属的压力 一名美国国会的消息是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接受了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 所发出的邀请 将于7月24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提出了 所谓的以色列三阶段计划 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强调 由哈马斯袭击所引发的战争将持续下去 直到以色列的目标实现 包括摧毁哈马斯 而哈马斯尚未对该计划作出回应 自去年11月为期一周的短暂休战以来 所有安排停火的尝试都失败了 哈马斯坚持要求永久停火 以色列则表示 他只准备讨论暂时停火 直到哈马斯被击败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5月26日抵台后 不仅称台湾是最重要的国家 也多次发表挺台言论 在台大的主题演讲 秀出AI世界地图 台湾与中共国为不同的色块 犹如间接表明台湾的主权 忍了几天后 北京派出官媒 开呛黄仁勋得意忘形 不理会中国网民的质疑 对此黄仁勋在6月8日 离台前公开回应 他并非发表地缘政治评论 而是感谢所有技术伙伴支持与贡献 黄仁勋此次台湾之行 持续十几天 无论是逛夜市 宴请公益链伙伴 主题演讲 或是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 所到之处都掀起旋风和媒体围堵 被媒体形容在台刮起人来风 其挺台言论 更让台湾人足感心 5月29日受访时 黄仁勋表示 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6月2日在台大体育馆演讲 更秀出AI世界地图 台湾与中共国为不同色块 犹如间接表明台湾的主权 而沉默了几天后 大内宣媒体观察者网6日发文 以竞称台湾为国家 黄仁勋飘了为题 称黄仁勋得意忘形 将台湾称为国家 虽然不知道这段发言是 无心之思还是夹带私货 却让台媒如获至宝 大肆渲染 还说黄仁勋没有理会 中国网民的质疑 陆媒还声称 中国企业绝不可能 与任何一家支持台独的企业合作 并喊话黄仁勋 应该给中国人民一个说法 对此 黄仁勋6月8日上午 搭机离台前 有媒体问 针对他公开说 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因此惹来中共不高兴 有任何看法 黄仁勋当场回应 我并不是发表地缘政治评论 我就是感谢我们所有的 技术合作伙伴的 所有支持 以及对产业的所有贡献 此外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7日在微博发文批评 黄仁勋飘了 跟台独标签挂钩 胡锡进声称 黄仁勋应采取必要行动 消除自己在台湾问题上 信口开河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拒绝给自己挂上支持台独的新标签 出人意料的是 胡锡进的刁盘言论 遭到网友们的冷嘲热讽 看看你的显卡是谁的 根本清一色英伟达 建议老胡带头抵制英伟达显卡 不敢是孙子 我们只是小老百姓而已 我只知道美股天天创新高 英伟达天天创新高 我们几十年如一日 永远在保卫3000点 所以别跟我扯淡 更有网友讥讽 老胡真别把自己当回事 现在是我们求着人家卖 不是老黄飘了 是老胡太把自己当回事 中国需要英伟达 但英伟达可以没有中国 中国汽车业产能严重过剩 已进入了残酷的淘汰赛 价格战举世无双 吉利汽车董事长李舒福最新表示 简单粗暴的价格战 结果就会是偷空减料 据官媒第一财经报道 李舒福在6月7日举行的 2024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表示 中国汽车工业的内卷程度 全球第一 价格战一浪高过一浪 举世无双 如果市场化水平高 法律健全 执法严格 透明公平竞争 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好事 反之就是坏事 李舒福直言 任何产业的健康发展 都必须表现在 投入产出比方面 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无穷无尽的内卷 简单粗暴的价格战 其结果就是偷空减料 造价售价 不合规的无序竞争 中国成联会此前预计 在经历去年史上最强价格战之后 今年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价格竞争 仍将激烈 据统计 2024年1到5月的降价规模 已经超过23年 全年的9成 超越了2022年的降价总规模 价格战主要影响 纯电动等新能源车型 目前亏钱卖车 已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 普遍的难题 只有极少数新能源车企 总体处于盈利状态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近期举办的一场会议上 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联盟秘书长 姚晓东说 中国的电动车企 不出海就出局 报道说 中国目前出口的电动车 还不到生产总量的15% 但美国与欧盟已经吃不消 美国已经下令 调高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 欧盟也在酝酿抵制 6月8日 土耳其政府宣布 将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 加征40%的关税 以阻止经常项目赤字的恶化 并保护土耳其国内的车企 引人注目的是 土耳其贸易部 是在土耳其外长哈坎费丹 本周三刚刚结束 对华为期三天访问之后 而且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 是否于下周宣布 对进口中国电动车 加征高额临时关税的时刻 宣布这一贸易行动 此举也让外界感到意外 香港零售及旅游颓势位置 香港政府连月推出夜冰分 每月放烟火 以及无人机等盛事吸引游客 然而早前香港统计处公布 4月零售额大跌接近1成5 具有标志性的香港旅游景点 赤住美丽楼 经历租客退租及倒闭后 已成为无租户沦为鬼场 曾发表香港完完论的 摩根史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逻旗防港更断言 香港面临三大挑战 重申香港的繁荣 一切都结束了 美丽楼位于香港赤住 在1844年新建 经历过百年发展后 成旅游景点 疫情前赤住一带一项市 欧美游客以及中产出没之处 不过大租客H&M于今年4月份结业 一楼海鲜餐厅及二楼德国餐厅 近月也相继倒闭 美丽楼如今仍去楼空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交的 2024-25工作计划 预测24年过夜旅客人均消费为5,800港元 较23年下跌15.95% 去年占旅客一半的非过夜客 今年预测人均消费为1,300港元 较2019年2,000港元 大跌35% 这些预测数字符合墙内媒体 小红书显示的特种兵来港穷游 正在成为流行趋势 标普全球公布的香港PMI 由4月的50.6降至5月的49.2 再度跌至50以下的收缩区 也是去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 标普指出 香港私人企业整体情绪 仍然悲观 其中已批发及零售业 对前景看得最淡 北京昔日好友摩甘士丹利 前亚洲区主席罗奇 近日访港出席活动时重申 其香港玩玩论 罗奇指出三大原因 香港基本经济基础的根本削弱 美中无法解决的冲突 2019年以来 香港政治自主权的减少 罗奇认为 中港经济紧密 如果大陆经济没有反弹 香港也难以自行复苏 他亦数80年代 他搭乘飞机降落在香港 就起德机场后 就被香港迷倒 认为香港维持荣景的时间 比任何人预期都要长 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当总结到 昔日的香港 已不是今天的香港 更不是明天的香港 好了 以上是本期 《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